祖籍福建的蔡家俊儿时随父母到香港定居 15岁时做点心师正式入行 当时每天凌晨三点多起床学艺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 蔡家俊学得一手好厨艺 我认字很少 但是我每天准备一个本 一个小笔 然后师父交给我的记 有些字我不认识 我在画 我在画我自己懂的字 我写一半 懂一半 但我回到家里又写在我一个大笔上 苦心人天不负 短短几年 蔡家俊便从尾锅做到三锅 2001年 蔡家俊被推荐到北京担任一家九家的厨师长 月薪达三万五千元 并就此留在了北京 2014年 蔡家俊在北京创业 开设了他的首家火锅店 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梦 在蔡家俊的火锅店里 繁体字版菜单 避风堂系列菜市香港风物的老照片和播放的粤语歌曲 浓浓的港味 吸引了众多的顾客 蔡家俊的分店已开到四家 除了不变的味道 时代的发展是最大的工程 这些楼盘都还没有入住 都还在盖 八年前这都在盖 人也少 那时候车也少 好像就比较郊区的感觉 现在车也多 两点 下午两点都这么多车 20年前的经济 20年后的经济也不一样 今天的经济都比较强大很多 应该说了 大街的车开的都不一样 回忆起当初刚入行 每天三点半起床学艺 非常辛苦 蔡家俊说 一路能坚守本心 是因为有盼头 那时候就是 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能看到未来 我觉得蛮高兴 如今蔡家俊的一家四口 都生活在北京 健身独抱及陪伴家人 填满了蔡家俊的空闲时间 本身是北上创业的蔡家俊 却希望一双子女 未来前去南方 我一早想好了 就这几年 大湾区 因为我觉得太好了 我还是读完书 刚刚出来 他们就是 大湾区动起来的时候 这个大湾区很厉害 会世界上最大的湾区 我还想 他们到南方 接住一点 南方的文化 想到南北结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